电影《连正风云》烟幕 内地贺岁党的票房只有一亿左右 连导演麦兆辉都表示没有想到那么低 不过电影在香港的票房就有3100多万港币 成为了香港贺岁党华语片的票房冠军 2月28日 麦兆辉跟片中的一众演员 包括刘青云、林嘉兴和张家辉等 一起在香港湾仔出席庆功宴 大家都很关心 《连正风云》的第二部 三大主演会不会继续领先呢 我不知道 因为我在这个故事当中已经死去了 但是如果再有徐集的话 我听从导演的安排 我看过他的报道 说如果太勉强 就当然是不好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故事能代替 而是我们原版的几个人 我当然说可以 不勉强吧 我相信导演口袋里有 应该有好几个故事在他要想要发展的 就由他去安排吧 貌似连正风云烟幕也没有确认张家辉最后是死了吧 不过如果票房成绩远不如预期的话 可能真的要对剧情以及主演做出调整了 但是在片中饰演夫妇的刘青云跟林嘉兴 如果要演续集的话 应该也必须一起上了 而他们在片中的耍花枪情节也成为了观众谈论的焦点 不知道二位影帝如果一旦跟老婆闹别扭 一般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无论是你对错也好 你都说是你自己错就没事了 我想我没有特别在什么节日来去欺击他 而是我有空有受 觉得那个timing好的时候 我会在家里吓他 在一些角落啊怎么样的 吓他他然后我就自己觉得很开心 所以然后他要杀了那么多年 还借着那个反应那么好 我非常满足 也有啊 有时候我在洗脸的刷牙 闭着眼睛的时候 突然他就跑出来杀跳我 就遗传吧 可能是 另外刘青云主演的电影 《我的宠物是大象》 一早拍好但却未能如期上映 电影公司之间更对捕公堂 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开心有看的 其实我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事情 其实我没问题 可能现在已经就你这个 暴力的情绪 也不能多说 其实我也不会太理解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 好 好